应该不会 他低着头说道 秦家的军队 这时候已经包围了陈元 这是事实 严冰云的眼中闪着冷光 盯着他 我不在乎你与院长有什么关系 但既然你要替陛下执行遗诏 就必须注意这件事情 我不希望你还没有动手 就被阴死了 范贤说道 放心吧 我对人性始终是有信心的 院长不会害我 他取出怀中的提私腰牌 郑重地交给严冰云 我不知道这块腰牌 还能使冬院中多少人 但你的权限备收 想要组织此事 还是用这腰牌去试一试 严冰云一言不发地说过腰牌 下意识里又看了 李坚那位小姐的身影一眼 摇了摇头说道 一定有用 我现在也开始信仰运气 这种事情了 范贤笑了起来 说道 我以前曾经听说过一句话 男人征服世界 女人通过征服男人征服世界 严冰云站起身来 准备离开 回头看了他一眼 不赞同地摇头说道 我早发现了 你这一生 似乎是在通过征服女人 而征服世界 严冰云出门之前 被范贤换住了 范贤沉默了片刻之后 低声问道 有没有红长青和起年小组的消息 从大东山上逃下来后 范贤直冲淡洲 那艘白色帆船上的亲信 都在那次追杀中被冲散 虽然最后 燕小已死在范贤的重居之下 但范贤一直很担心 青蛙和那些亲信下属的死活 叛军既然有能力封了大东山 周郡方面也如常公主所愿给出回报 自然有办法封住东山路回京的道路 严冰云薄薄的双唇紧紧抿着 半闪后说道 没有消息 他看了范贤一眼 表示自己已经脱离愿务一个月 对于这方面的情报了解不是很充分 范贤摇了摇头 不用安慰我 没消息就是坏消息 好吧 我承认自己还有渠道知道院里的情报 严冰云看着他 说道 有件很古怪的事 东山路那方面的情报系统 我指的不只是院里的 是所有的情报回馈系统 似乎都失效了 最近的消息是三天前到的 听到这个消息 范贤心头一紧 手掌心里渐渐渗出汗来 嘴里有些发干 但面色却是强自伪装着镇定 抢言说道 别的地方 暂时理会不到 我们先把京都的事情搞定 严冰云胆了胆身上青山上的灰尘 低着头说道 你把腰牌给了我 等若是把一千多人的指挥权交给了我 要不要给我一个方略 范贤低头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说道 按既定方针办 严冰云看了他一眼 皱了皱眉头 开口说道 会死很多人的 我自己不想死 范贤冷着脸回望了他一眼 说道 我要求你必须控制住十三城门司 这是问题的关键 严冰云没有表决心表忠心 只是很直接地摇头说道 就凭监察院 根本无法控制十三城门司 太后长着城门司 便不会允许秦家和叶家的军队入京 范贤看着严冰云说道 老人家不想京都陷入战火之中 我们需要做的 是帮助公理控制 十三城门司 其实只是一座衙门 管着京都内外的九处城门 如果长公主方面 对十三城门司的渗透 一直在进行 只怕此时已经将城门司的掌控权 从太后的手中夺了过来 严冰云摇着头 赌一命于一门 这是很愚蠢的计划 范贤微色一笑 说道 没有办法 手头只有不敢全盘指望的进军 可不敢和秦家叶家 在京都应拼 都说叶重回了定州 可是谁会信呢 十三城门司守不住怎么办 严冰云微朝说道 关于培植亲信于朝中这种手段 你我可不是那些老一辈人物的对手 长公主在城门司中肯定有人 范贤自嘲地笑了起来 站起身来 拍了拍严冰云的肩膀 就算阻止不了秦家大军入京 可是至少秦家什么时候到 多少人到 怎么到 你总能事先就查清楚 严冰云的肩膀一片寒冷 用微精的眼光看着范贤 范贤平静望着他 你说过 老一辈最喜欢玩这种背叛与死间的戏码 我知道老脖子底下有人是准备玩死老秦家的死肩 严冰云苦笑了起来 如果我没有猜错 你父亲便是院长在秦老爷子那边埋了数十年的棋子 范贤微笑说道 如此一来 秦家的军队要做些什么都在你我掌握之中 争取打个完美的时间差 应该是可行的 严冰云叹了口气 行了一礼 沉默地离开了孙府 严冰云走后 范贤开始坐在孙皮儿姑娘的闺房里扳手指头 不是在算自己重生以后挣了多少银子 而是在算时间 算计手中自己可以控制的力量 能在京都里造成怎样的波动 算来算去 他终究还是必须承认 如果秦叶二家的大军入京 自己还是只有去打游击去 所以在大军入京之前 他必须对皇宫中的势力发动雷霆一击 玩 名才人 一跪平 有如今不知心境如何的老三 是他必须救出来的几个人 只要将这些人救了出来 他什么都不怕 拿着重鞠打游击 范贤无法想象 有谁能够奈何得了自己 只是感觉还是有些憋屈 至少无法与长公主方面进行正面的沙场对决 让他不得已的要选择一击而退 一念即此 他不禁开始大摇其头 轻想 陛下如果知道今天的庆国会沦落到如此局面 会不会后悔当年严禁自己与军方有任何接触 天下七路精兵 竟无一路可为自己所用 范贤苦笑无语 然而范贤依然信心十足 他站起身来 走到窗边看了一眼窗外渐渐吸去的灯火 脸色一片平静 心中开始对这件事情有了一些乐观的判断 对某些长辈的信心也越来越足了 小范大然 渐言冰云走了 一直安静坐在自己房中的孙家小姐 嫩嫩走了出来 此时的他已经不像先前那般激动与惶恐 回复到一位大家闺秀应有的自惊与内敛 只是偶尔描向范贤的眼色 才会暴露他内心的复杂情绪 称我安置好了 范贤极为温和地回了一礼 孙平儿心中感慨万千 也隐隐猜到小范大人先前与那位出名的小颜公子 在商谈什么事情 不禁有些害怕 又因为想到可以帮助小范大人 而有些激动 他低下头 轻声说道 小范大人 我只是个女儿家 并不知道朝廷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我 他抬起脸来 勇敢地望着范贤 但我相信您 所以您需要我做什么 敬请直言 范贤沉默片刻 展言笑道 朝廷如今奸贼当道 君无君 臣不臣 子不子 国将不国 本官抛了这身骨肉 也要试着将宫中龙椅上那些逆贼恶子拉下马来 姑娘若愿助我 不需多行和事 只需收容在下 在此停留数日 孙平儿微感压抑 没有想到小范大人要求的如此之少 竟隐隐有些失望 拧了鸣嘴唇 鼓起勇气说道 大人 家父应该对您有所帮助 范贤笑了笑 没有解释什么 其实 现在有孙府 作为居中帝 已经帮了他极大的忙 至少从此以后 他可以十分方便地通过阎兵云联络自己在京都的属下 整个计划的开始 便是在这位小姐的规方中 若有机缘 确须小姐引荐一下令尊 有许多事情 还需要孙大人相助 范贤可不敢完全相信一位姑娘家 可以说 动堂堂京都福营改变立场 然而 有了孙平儿从中做桥 只带时机变化 范贤一方占优之时 孙大人未尝不能做些天花之举 而范贤也不会拒绝 孙平儿的脸色羞愧之色渐浓 半晌后咬着下唇说道 其实 平儿实在不孝 所以 敢请小范大人 还请对家父多多宽容 孙大人奉太后旨意捉拿范贤 孙平儿却将他藏在自己的闺房里 一旦日后范贤真的翻身 谁能知道 他会怎么收拾 曾经害过自己的人 孙平儿心里清楚 黄泉之争 何等血腥 自己的冲动之举 只怕将来会害得父亲不浅 所以才会有不孝之说 范贤叹了一口气 怜惜地看着这位柔弱的姑娘家 心中不禁涌起些许歉就来 安慰道 姑娘放心 若朝廷正道得框 安之保证 令尊至少生命无忧 若他肯幡然悔悟 那便是功臣了 孙平儿得了他的应诺 喜悦地抹去心滴出来的眼泪 全然没有想过政治人物的承诺 是否会算数 对着范贤深深一福 谢过小范大人 我才应该谢谢姑娘 范贤对着孙平儿 郑重地深深一礼 温柔说道 安之虽称 不上什么好人 但也不是个好杀之人 京都之事 安之意愿太后娘娘能看清真相 亦因和平解决 不需要流血 二人相对一礼 看似在拜天拜地 大觉不妥 愣愣起身 范贤转身在看窗外寂末天 迎黎月 在心中自嘲响着 如此清书液 怎是杀人天 和亲王府外面 有些神秘的影子在穿梭 而负责王府守护的侍卫们 却是正眼都不会去看一眼 因为他们知道 那些是内庭的探子 或许还有些书密院的眼线 只不过大家心知肚明彼此的存在 谁也不会率先去挑动什么 明镜